最近柯文哲 針對韓國瑜頻頻的開砲 這個滿奇怪的 過去柯文哲都一直想 跟韓國瑜維持非常好的關係 最近他居然暗奉韓國瑜 簽的是政治訂單 這個口徑好像跟民進黨 滿一致的 他說賣水果不會解決問題 高雄技術不好 簽再多的MOU也沒有用 除非是一個政治採購 所以出去賣雖然很好 但是盡量賣 如果違反了經濟法則 那就要變成靠政治力 去維持經濟力 這樣子還是沒有辦法持久 另外他也評論自己說 美國比較喜歡蔡英文 中國又比較喜歡韓國瑜 所以我都不是大家的首選 不過大家都可以忍受 說是他最大公約數的意思 另外他又說韓流 他說韓流能夠竄起 是極端政治的結果 其實不正常 不是成熟國家應該出現的現象 太不合理 韓流出現太不合理 另外他也跳出來 幫陳明通的禽獸論講話 他說這只是馬斯洛理論等等 陳明通指示 把科學的理論用很粗俗的話講 應該不是針對韓國瑜 講了這麼多的韓國瑜 最近韓國瑜只好 也回了一下柯文哲 他說柯文哲是一個很認真的人 看起來效率高得不得了 但是效果卻是零分 因為他跑錯了方向 但是他很聰明會修正 希望他能夠回到99%的心力 1%的除弊 柯文哲到底最近是怎麼了 為什麼對韓國瑜意見這麼多 難道他想要去什麼配了嗎 我幾百可能要輸他 但是輸一半而已 我說的是說 六千年不會參選總統 確定是這樣 他說他一定不會參選總統 他不會參選總統 他只會輸出來 所以這我之前有說一遍 就是說你們人五敗 蔡柯佩是存在的 時間要崩潰了 蔡柯佩是存在的 你看看 蔡柯佩出來攻擊啟動了 啟動就是 所以乍一條青 然後衝散落青 然後把青柯放拿 安排金以民 因為基本上落青柯是 美國還是不可能 因為你們現在都在碰上美國 美國對於現在當然是不介意 在不介意的情形下 蔡柯文也認為說 我如果含青柯的配 除了董事長 請問說不要 為什麼有剩下的角度 你去電文殘四天前說什麼 不一定要剩下的 不一定要剩下的就是 參加要賠 蔡三輩 但是因為 煙清出來 我們當時我就跟大家說了 他是離空離瘦 接班要卡在第一位 所以電文殘跟喝家糧 頭情 營出他比較會發動這台 他一次的補選贏三千幾倍 怎麼是他的功能 完全沒有 他已經很落差了 在路口 他站在路口 我站在路口 冷氣調所有的路口大出來看 我們碰到我會碰到他 像這個多三輩 冷氣 所以最後他引出阿扁也出來 選贏的時候 他說阿扁也優功 北京呼選優功 所以左營 隨機定期 十八隨機定期 沒有剩英文 側手不急 那個時候 我們就是說 伊布里就是一個腳尾 但是德索的人都認為 柯批 我原本也認為柯批 他的選購隊 因為選購隊 沒有韓國瑜 柯批是把所有的人都拚起來賠 但是都憨流沒拿 憨流沒拿之後 柯批所為所 尤其六千塊 又等這個籌算出來 柯批又四百至五百 那麼在這樣前 變成柯批是 剩英文 他選得 為什麼 柯批有說出 兩岸一家親 所以 大陸是會接受的 所以柯批說的 雖然我是 風雄招不對 會丟進不丟進 不管 不過 我是每個人都可以接受的 所以 這是 這張出來 我覺得 蔡柯批 慢慢在穩量 在穩量 所以我一直在說 韓國瑜不是那麼好選 就是這樣 尤其韓國瑜在這個 韓國瑜接下來要對的是蔡柯批 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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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對蔡柯批 韓國瑜會很痛 會很痛 所以現在 會有人舉手發言 郭明東還沒辦法去 定義一尊 有兩個人排隊要發言 我知道 郭明東沒辦法定義一尊 所以我常常說 大家都不用擔心 幾倍 學黨代表 哪有叫我們標台 說地方黨部 要說標台 館市長要標台 所以韓國瑜說的 老鼠偷脫鞋 後面還有戲 講的是蔡柯批嗎 這都有可能 因為他憑得到 你看韓國瑜在摘蝦皮 說他風雄糟糕 不正義的時候 那時候你就要憑到味 所以當然 我上次就說 割肝皮是已經有形成的可能 社會而已 比較加油 老闆 我覺得你應該趕快爭取蔡兼配 把這個位置卡住 這樣子就不會有科文哲了 沒有 秀里 這樣我才撕掉 還記得 半天就帶出去五門斬首 這個成人取義 我認為是這樣 我們選基不是只選孫子 要選孫子 選孫子 選有理想和季單 如果割肝 這不可能 這定義撥上韓國瑜凍蒜 為什麼 因為民進黨 我們這裡歷史的支持者 大家讓你科文哲騙一遍 傻 但不可能讓你騙兩遍 騙兩遍都變孫子 所以讓你真孫子 不可能的事情 因為民進黨的支持者 你們土者 他們扣的是什麼 他們扣的是基層 大家民意的支持 大家共同的理想幫你支持 不是說你多厲害 說實在 所以這種所謂菜科配 就是很優越的菁英的 自以為是 這樣子的人才會去想 那就是哪一些 原來你去把它想 背後就是柯文哲 跟柯文哲的那些學者 他們那些 我就講那個八個字 蛋頭學者 頭殼壞去 才會去講蔡柯沛 完全不可能的事情 蔡柯沛能夠成群主要是 蔡英文同意 對 蔡英文也不會做這樣的 決定跟選擇 蔡英文他很清楚 他代表的是我們台灣的一個 大家共同對台灣 主體尊嚴 主權的捍衛 他是因為這樣他來當領導的 如果說要跟一個 毫無中心思想 毫無台灣的國家定位 跟台灣的主權 台灣的價值觀的 柯文哲配的話 基本上 至少超過一半以上的 基本支持者就流失掉 那還選什麼選 所以不可能有這麼瞎的組合 這是柯文哲自我膨脹 往自己臉上貼金 你看他柯文哲最近 沒有 柯文哲還沒有講蔡柯沛 他講 人家講蔡柯沛的時候 他自己說 他自己就是貼上去 人家說這個是每日支持 蔡柯沛你投得下去嗎 絕對不 投韓國語 我也不 當然不會 不會 不會投韓國 但是 我一定會反蔡柯沛到底的 這是不可能 其實這是沒有的議題 但是柯文哲為什麼會去 塑造這個東西出來 因為柯文哲三個字 沒補了 沒補了 你看他現在唯一只有靠 陪媽祖去繞境 要拉台聲勢 柯文哲敗向以露 他只好 比方說他最近拿韓國魚出來批評 來酸 我很簡單的看 對中共而言 柯文哲叫舊愛 韓國魚是心歡 舊愛柯文哲吃醋心歡的韓國魚 第二點 柯文哲是報復韓國魚 因為韓國魚三個多月來 從選完以後 他讓柯文哲碰了很多次軟釘子 柯文哲用他的熱臉 去貼韓國魚的冷屁股 貼了一百多天 柯文哲現在不耐煩 你好 我這個不耐煩 你好喝嗎 是個潮流 你很快 你看你 有一次